锦国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如今这协议签还是不签 先皇曾说 若他行事不妥 便用这大王鞭 上大昏君 下大奸臣 先皇去后 这大王鞭 老夫就将其放在府中 竟虽不是战场 却是另一个战场 老夫将他转赠于你 愿你开玄 琉璃定不负太师所望 殿下 这 您不过去吗 太师在满朝文官之前 为琉璃助长事情 这等风光时候 姑不需要过去 花大人 你骗过我一次 我也骗你一次 我们互不相欠了 我们大晋 是不会欠你们金破国的 是我欠你的 我对不住你 就如同最终我才明白 当初你为何那般对我 希望这一次 你也可以理解我 应是快 今日便可结束漫长的肩膀 兵官占报来了 花大人 兵官战报 花大人你说 这次战报是哪国营 晋国呀 这次战报 是我 战报 金破 率三千精兵夜袭清寒州 花家长子花景义 率部兼敌大半 只与一小股残兵逃回金破 晋国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看个战报 我们赢了 二皇子殿下 我们晋国 虽说主推两国和平 但并不代表我们惧怕战争 你别忘了 你是为何而来的 年官之战 是我们晋国 大获全胜 就算没有你我之事 也会是晋国 大胜经破 这战报 就是最好的品质 看看 殿下 如今这协议签 还是不签 二皇子殿下 应该能想明白了吧 对 hold 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